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第一次拿到冠军时 最大的动力其实是钱 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职业选手意味着 你已经放弃了通过学习 和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来获得一份稳定的报酬 所以当我第一次成为职业选手时 我非常想赢钱 然而在赢了几年之后 钱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动力 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赚到了我需要的钱 在那之后 作为一名职业选手 我思考自己还能赢得多少个冠军 这就是目标 有挑战之类的东西 但也有习惯性夺冠的想法 我认为我必须更加努力 因为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更加努力 最近我想做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事情做得更好 有强烈的自我发展欲望 所以从表面上看 我的目标是冠军 这对职业选手来说 当然很重要 但在内心 我的首要任务 似乎是为了发展而努力 而不仅仅是为了冠军 首先 之前和现在的日程安排 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改变的是 确实现在比过去更清楚地 给出了练习的数量 在2013年 我每天玩差不多15个小时 现在我只玩10到12个小时 尽管很忙 但保持练习量的秘诀 是渴望获胜 我非常讨厌输掉比赛 如果你落后于别人 你会感到气愤 所以你需要努力练习 我认为个人性格方面 占比很大 我是那种坚持一件事 到最后的人 而且似乎我的探索欲也很强 比如我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这一点还是影响蛮多的 首先 我的身体健康 到了完全不影响 玩游戏的程度 心理健康 现在似乎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认为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 因为我是职业选手 所以我经常说 作为职业选手 我能专注于比赛的程度 是因为我的心理健康 现在我正在努力 因为我认为 我在注意力和状态管理方面 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 我曾经有点以自我为中心 可以怎么说呢 类似于业障目的感觉 现在情况似乎有所改善 尝试容纳更多 并以多种方式增长 是变化最大的部分 改变这一点的最大因素 是阅读 在我15岁的时候 我偶然发现一本书 并且读了好几遍 那些书让我更容易接受 和更开放 每一次这样的改变 似乎都对我的行为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也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 很长一段时间 提到读书 大家都知道菲克尔 是一位很喜欢阅读的选手 当然 他并不是摆拍 而是真的在阅读 虽然因为平时的训练和比赛 不可能每天泡在树堆里 但对于阅读 菲克尔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首先 我很少在比赛中发现 自己处于压力之下 所以我真的不需要心态管理 当我在比赛的时候 我很少生气或高兴 或类似的事情 当我专注于游戏本身时 我并没有太多的情绪 在一般练习的情况下 当游戏表现不佳时 有时会牢骚几局 并变得敏感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我要么冷静打发时间 要么尽可能地耐心等待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正常的 我从没想过 职业选手的生涯会很短 有些人退役 有些人不退役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老将中 我认为自然有优秀的选手 也有不优秀的选手 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年纪有偏见 考虑到年龄 自然有些人打得好 有些人打得不好 过去 我们不知道职业选手 需要什么 才能长时间保持状态 在星际争霸项目里 通常在20多岁时就退役了 但实际上 从身体和精神状态来看 我认为LL游戏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为它与星际争霸 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例如 LL并不是一款像星际争霸那样 频繁使用到手腕 所以 我觉得我可以打再久一点 而且 我认为在玩游戏时 身体和大脑下滑得非常缓慢 所以 在我看来 30多和20多之间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在听完Faker 聊了MSI 以及自己这10年职业生涯后 下面是关于Faker与T1之间的那些事 我们都知道 Faker与SKT T1 属于是相互成就了彼此 而且在过去几年 我们总是会在转会期 听到关于Faker离开SKT的传闻 但最终 都是不了了之 那么对于Faker来说 T1对它意味着什么 而它在T1这些年 又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提到Faker和T1的关系 记者用了 从一而中这个词 其实这个词 也很好地描述了Faker与T1之间的关系 生活质量吧 我觉得比较方便 因为我在韩国打比赛 而且我觉得韩国的食物很好吃 而且从职业选手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如果我留在韩国 我夺冠的机会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原因 但是 简单地说 就是这样 我认为今年的合同并没有那么顺利 合同似乎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很久以前 13到14年 没人知道的时候 事情还算顺利 但从15年前到现在 签合同的时候 就不是一帆风顺了 钱确实是最重要的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考虑 有几个条件 似乎是在考虑了所有这些条件之后签订的 签约金只是众多条件之一 看得出 菲克尔选择续约T1 并不仅仅是为了钱 他如今更多看重的是未来自己的发展前景 比如 未来有一天自己退役了 自己的商业价值是否可以持续 又或者 自己给T1 以及LCK能带来什么 作为一名老将 菲克尔在被问及一路陪着T1走来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 他的回答 谦逊且低调 从SKT时代开始 我就认为 T1是一支已经成长良好的电竞战队 所以我不认为我实际上贡献了很多 当然 我可能作为队伍里的明星选手 在战队形象做出了点贡献 但这不是因为我的本意 而是随着时间慢慢形成的 所以我认为 我没有做出贡献 我和T1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就像我努力工作一样 T1为我做的事情 当然也是我应该得到的 所以没有这种情绪化 或者特别感性的想法 我并不总是知道 签合同时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作为现在T1的选手 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在比赛中努力打出该有的表现 即便与T1一起走过了近乎十年的时间 但从这些话里 我们也能听出 菲克尔是一个头脑很冷静 且看待职业很理性的一个选手 按照一般选手来说 在一个俱乐部待了十年 这种依附的情感羁绊 应该会很深 但似乎在他看来 双方都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而自己只是在战队形象上 帮助队伍做出了点贡献 至于未来是不是继续留在T1 依然要看合约的走向 阿伯只能说 这人理性的有点可怕